智能爱人一众演员这天为剧集开工 饰演AI机械人的李嘉兴 在剧中不仅形象百变 经常要以不同装扮试人 更要长期戴着隐形眼镜拍摄 加上阿丽早前做过激光手术 眼角膜变薄 眼睛很容易干 令到陆勇见到阿丽也觉得他很辛苦 他做这个机器人 对啊 对 就经常要戴那个什么 卡拉空 卡拉空已经辛苦了 而且也要不眨眼 两个小时也没问题 对 可是你看到他会觉得他很辛苦 之外 之外 你还会觉得哄他笑吗 你还会吗 我哄他笑没有 没有你是开心过 你一定会这样子做的 没有没有 真的是他哄我笑 阿丽来说一下 你来说一下 你们看就知道了 跟他一起的时候就是笑不停的感觉 就是 但是我机器人嘛 就不能太大的表情 太生动的那一种 但是很辛苦啊 他常常就是用机器人的那个语气 对 那说一些就是很正常人说的话 这太搞笑了 他说回人话你会觉得很不喜欢 我一说人话就想笑 看不顺眼了 看不顺眼 对 他很不喜欢我现在 没有啊 尽量不要见面 对 这次冯盈盈一改傻大姐性格 演一名女强人 他还会和陆勇 阿丽有一段三角关系 为了投入角色 盈盈在预备的时候 已经开始收起笑容 因为其实我在剧里面的角色了 是一个非常强势式的一个女人 所以呢她很聪明 今天来了是要就是 识破他们的秘密 对 可是我知道你们的关系 其实挺复杂的 对 因为我是一个大姐姐嘛 我弟弟也是六勇 你然后是我的男朋友 所以我们的关系都比较复杂的 因为她是一个很本事的女生嘛 而且很有钱 就是我们看出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比较穷嘛 所以觉得这个女生很好啊 但是这个家庭都比较就是聪明的 因为她会想尽办法去 希望拿到一些好处啊 好处啊 还有在她身上 希望可以当然有钱 帮助啊 对啊 欺骗我的感情 算啊 新剧《使徒行者3》 非常感谢这个团体啊 因为当中风哥都帮我很多 她帮我就是入戏啊 她那个结束都帮我很多 重点就是要搞烧的时候 有农户在场帮我 那场戏也是一个大的突破 而且要哭的时候 风哥也帮我很多 所以在网上看到很多评价都是很好的 也希望在下个月香港播的时候 有更多的feedback 然后可以帮着我现在拍戏的 那个信心可以大一点 对 而蒋志光 卢婉英 就饰演陆勇和梅嫣的父母 和这对子女合作 不论戏里戏外都笑声不断 我们一家人都很非常的融洽 融洽就在一起的 我看里面有些演员就是说 美艳啊 就是今年来的拍剧就是比较少 可是现在又多了一些 觉得她的表现怎么样呢 她非常好啊 她我们想不出出 她原来是主持嘛 拍子业不多 可是她的反应非常快 她说她的节奏也非常的准 所以我们还以为她拍过很多剧 对 对吗 对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对 没错